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什么你 我要谢谢你 我要谢谢你 替我在他面前为我保住我这个坐地的最后一份尊严 我死不足惜 我为你们两个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如果我的死 能够让你 放下你心里面的结 那你就动手吧 马公俊 你真的很无耻 可就算你再无耻 还是 再卑鄙 你都是方琳的父亲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了方琳 我再饶你一次 你好自为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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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雨 我爹呢 你伤了封叔又带走了我爹 你到底把我爹怎么样了 我没有把他怎么样 他现在很好 我爹伤成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有些话我不能说得太明白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你的父亲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想说什么就摊开了脚 干嘛要遮遮掩掩的 慕容山中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也许一开说的话 并不全是假的 你为什么总是相信叶开的话不相信我爹啊 你将来是要跟他成亲 还是跟我成亲 方黎 我真的不能再待在那个家里了 我曾经做了很多错事 但这一次 我不能再错下去 如果我接着错下去 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所以今天 我必须要离开慕容山庄 这就是你最后的决定 对 如果你选择跟我在一起 我们可以一起远走高飞 可如果你选择你爹和你的家 我自己会离开 我 傅红旋 你为什么要逼我做这样的决定 我知道这个决定很残忍 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方黎 我会在梨花谷那个小院子里等你三天 如果三天之后你没有来 我便知道你的决定 我没来 你哎呀 我哭啊 你再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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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 你来做什么 看看老朋友啊 谁是你的朋友 难道你没听说过一句话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仇人的仇人也是朋友 你是个聪明人 如今天下三分 谁若是能得到富洪学 便得到了一举成功的伐马 但是你还是我 我想都不容易啊 听你说的话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相似之处 虽然叶开有我班医教一半的血脉 但是他的心永远站在中原武林 并且早就想要拉拢富洪学 若是中原武林能得到富洪学相助 无论是你还是我 半夜恐怕都睡过安门了 听你的意思 好像有什么好主意 不如我们合作吧 谷寒一 你疯了吧 可我脑袋清楚得很 我还没忘掉当年你一把火烧掉我万马堂的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发怒吗 因为发怒会使一个聪明人变蠢 我就是再蠢 也看得出来你肚子里没安好心 好 是我 是我烧了你万马堂 杀了你的兄弟 但是十五年前 烧我冲销塔杀了我亲人的又是谁呢 说说你的想法 若是你我都得不到的东西 任何人也都别让他们得到 接着说 只有你我联手才能除掉傅红血 傅红血一除 中原武林唾手可得 这笔买卖你可不吃亏啊 若是事成之后 你我平分天下 可我们是仇人 朋友一旦成为仇人 比仇人更危险 但是仇人一旦成为朋友 比朋友更可靠 你看看 我 一片痴心明月可朝 落叶小小多寂寥 请到深处放置多少 用一生 只记得你的好 生不放适的 爱不能到晚 转过山就连离别 都太潦草 变成的风声吹过 振振如刀 你是狼子爱 想好我全忘不了 如果这就是宿命 一早就能知道 我们不要遇到 我该有多好 变长的风声吹过 四边如刀 你是狼子爱上了 要怎么忘掉 如果这就是宿命 我们挣脱不了 当初不要拥抱 该有多好 小姐 过来喝杯茶吧 小姐 小姐 喝茶吧 还是没有我爹的音信吗 没有 不过大小姐 您放心 大老板是个好人 老天一定会保佑他平安无事的 我爹这辈子 也许做过很多坏事 有些坏事甚至是不能原谅的 可是我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我现在真的很想见到我爹 也许 这是最后一次相见了 最后一次相见 为什么呀 小姐 刘烟 如果我以后不能回这个家了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我爹 知道吗 嗯 不好了 少老板 不好了 少老板 不好了 少老板 出事了 出什么事 我跟小姐一路同回梨花谷 结果半道上遇到了魔教的人 小姐被魔教的剑射中 人已经快不行了 小姐说 要见你最后一面 少老板 你快去吧 要不然真来不及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您跟我来 少老板 我们家小姐 实在是病得太重了 所以我只能先带她来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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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这位公子 你不必太难过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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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空群 你 我们本来可以做一家人的 是你逼我把你当成敌人 我现在只好要你的命 方铃在哪儿 他现在大概到梨花谷找你去了吧 他放弃了他的所有 准备和你远走高飞 可惜他会发现 他的男人并不在那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和方铃不过是想做普通的人 过普通的生活 在这世上不管要当什么人 都得付出代价 就让他走 我把他找到 我把你当成敌人 捉住 我把他找到 我把你当成敌人 我把你们所做到 你还是带你们 马公军 你居然会和魔教传统在一起 跟我比 你还太嫩了点 上 你居然会和魔教传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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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会和魔教传统在一起 我 父红血有危险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冤得着我吗 我也是无意间在飞红楼 听到有人说 马空群要和魔教联合起来 把父红血给除了 我本来想马上回去告诉你的 谁知道 你到处乱跑 我哪找得着你啊 马方陵一定还蒙在鼓里 以为父红血还在梨花谷等他 喂 我说有缘无情人之过 有情无缘天之过 这老天爷都不让他们凑成一对 你还折腾什么呀 你斗得过天呀 陆小家你那张嘴要是痒了 就找和树蹭蹭去 少在这儿左一句右一句的风料话 哎 父红血都跟我们翻脸了 你还在这儿这么帮他干嘛 他都不拿我们当干粮 你还拿他当下酒菜呀 就是 因为他也是我兄弟 哎 快走 哎 小爷 小爷 哎 自从跟你待在一起 我这颗心都转交给菩萨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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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宏学 我真的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吗 这样吧 看在我女儿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回慕容山庄 我家方灵 跟你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此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 这儿就是你的死地 好了好了好了 别再挣扎了 这铁链是用黑玄钢制成的 用刀都砍不断的 这样吧 我数到三 向我求饶 我就放一下 我是你的菩萨还是阎王 你自己选择 一 二 三 三 傅宏学 你太消我女儿的心了 你是个可怜的人 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现在我就做件好事 是 送你去极乐净土 送你去极乐净土 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你一定 要好好活着 没够 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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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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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黄许 你在吗 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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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你不是说好要在梨花谷等我吗 现在我来了 你为什么不在 驾 驾 驾 你 他给他 词 黄许 那个 词 词 也凶多吉少了吧 这天下最快的刀死了 看来我这把快剑 也要孤单了 算了 小燕 估计她已经不在了 好了 别说了 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你去哪儿 别拦我 好了 你也想跟这儿送死吗 你想跟她同归于尽吗 人家笼子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往里钻哪 你是猴子 想被人耍吗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能拦住她 如果我当初再坚持一些的话 小燕 你不要这样 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我们都拦不了她 老天对她不公平 对了 父红雪来到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公平 所以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小燕 别难过 你 父红雪她不会死 她不会死 不会 父红雪 叶开 出来 父红雪 出来 父红雪 小燕 出来啊 这样我们也很难过的 父红雪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你已经为她做得够多的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她没有死 什么 你们看 这里有很多没被烧过的砖 一定在大火之前 这些砖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很有可能 父红雪 在大火之前就已经撞墙逃了出去 好了 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 我知道父红雪死了你心里很难过 可是我们心里也很难过呀 这是谁能阻拦得了的吗 不对 她没有死 她肯定没有死 不管父红雪现在是生是死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 是那个女人 她在干什么呀 待那么久 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啊 你傻呀 当然等父红雪了 我 依我看 就跟她实话实说了吧 肠痛不如短痛 陆小家你给我死一边去啊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我这是为她好啊 这也不可能瞒她一辈子呀 这事啊 就像贴在身上的膏药 与其边撕边嗷嗷的喊疼 还不如很下心来 刷拉一下干净利索 从此了无烦恼 你再说一遍 父红雪还没死呢 你看她一个劲地在咳嗽 又一直守在这儿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 你什么意思啊 她现在需要有人照顾 我现在也需要人照顾 您呢 人家男人刚遭人陷害 还生死未卜呢 你要是去照顾她 我也让你生死未卜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 我 我哪里无理取闹了 你看看这地花谷 鸟语花香 山清水秀 我谈个恋爱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你看看那个马芳凌 孤单寂寞缺人暴 你现在这么一过去 她万一钻你怀里的话 我不相信你可以躲得过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我 你让我去照顾她 我不要 那就让我自己去 你别去 我 我不理你了啊 林烈 你看人家现在多可怜 能不能先把你的醋瓶子盖上 我 我说不许去 就是不许去 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烦死我了 我去 你去 怎么是你啊 马大小姐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来了 好 这里山清水秀荒芜人烟 唯有一位美女独坐账中 真是老天爷送来的大礼啊 放心 妈妈小姐 我陆小家对你没兴趣 只可惜 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笔钱 要我好好照顾你 哼 本来我陆小家 也不接这种拖泥带水的事情 可是我娘刚掀事 不易杀生 又正赶上我最近手头紧 所以也就将就这接下来了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用脚趾头想一想 也应该知道是谁吧 叶开 她说要在这儿等你三天 可是你来了她却走了 这三天还没到呢 她就变心呢 你还等她干嘛呀 这扇窗户你都已经忘了三天了 你以为你这么忘下去 凤红雪就会来了吗 还是别等了 这窗户外面除了凤红雪 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呢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正好最近火气大 摘个梨解渴又下火 别碰这棵梨树 马大小姐 这只是棵梨而已 干嘛这么小气 我说了 别碰这棵树 你是不是病晕了 这只是棵梨 不是你们家附红雪 这棵树是我和附红雪一起照顾的 我们约定好 这棵树上只要长了果子 我们就一起把梨摘下来 所以不许碰 还挺痴情的 不过你知不知道 我陆小家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拿不到的 你都这样了还想跟我拦 我不是说了吗 在我陆小家面前 所有的剑都得收起来 说了不准债就是不准债 够了你闹够了没有 冯弘雪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在这里等过你 可是有人把他骗到了青云关 在那里设下了陷阱 我和叶开情感慢感还是晚了一步 当我们找到那儿的时候 附红雪连通青云关一同化成了灰机 我们在那里 只找到了这个 是 是的 他没有变心 也害怕你难受 所以他不让我告诉你 可是我想也不能瞒你一辈子 谁敢 也许是魔教的人 也许是万马堂的人 江湖上那么多人想要杀他 这有什么区别呢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多的谎言来骗我 为什么 我们没有骗你 我们也希望这是编出来的谎言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是在这儿等过你 他没有变心 忘了他吧 死去的人走了 可是我们活着的人 得好好活下去 马大小姐 马大小姐 怎么了小爷 有心事啊 你管我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这几天 你把整个江湖翻了个底朝天 还是没有找到傅宏雪的影子 他一定还没有死 人家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你怎么是见了黄河也不死心啊 因为我是寒冬腊月里的大葱 叶黄根窟心不死 对了 最近我的陆哥去哪儿了 他不是去了梨花谷了吗 哎 是不是也惦记马芳琳呢 陆小佳那个大嘴巴 口无遮拦的 我真怕 他把傅宏雪的事告诉马芳琳了 万一 我可是说万一啊 傅宏雪真的找不到了 我们难道不告诉马芳琳吗 告诉他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 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啊 合适的时机就是不早不晚 不当不正 不前不后 你自己理解吗 小爷 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你能有什么事啊 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合适的时机 我告诉你是因为 我不想让你蒙在鼓里 行啦 无非就是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野史 一讲讲三天 你行行好就继续瞒着我吧 让我继续蒙在鼓里吧 我要去找傅宏雪了 你乐意跟着那就跟着 不乐意跟着呢 我不强求 喂 喂 很重要的事情 不停拉倒 洪雪 你说过要来接我的 你是不会骗我的 难道你忘了来梨花谷的路吗 我 翻过三门山 向东石屋林 越过淡水河 难道你忘了吗 跟我走 你要是真觉得傅宏雪还没死的话 就跟我去找她 我不会走的 我要在这里等她 你现在看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会有人喜欢你这副模样吗 就算傅宏雪真的会回来 看你现在的样子 会喜欢你吗 走 我不走 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来 看一看 你好 你好 请问这附近有客栈吗 好 从这往前走 就有一家客栈 好 谢谢 不客气 来 看一看啊 看一看 新鲜的水果 好了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方圆几百里都没有客栈 只有这边有 今晚我们就在这边住下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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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 吃吃吃 客官 需要点什么 掌柜的 我要两间客房 好 我就叫人去收拾 去啊 这位朋友 面生啊 请你喝杯酒 怎么样啊 不必了 明天我们还要赶路 客官 客房已经准备好了 请 急什么 没见我正请人喝酒的吗 我刚才说了 明天我们还要赶路 你没听见吗 这么不给面子 你给我听好了 今晚你的客房 我都包了 这位朋友 我们今天只想在这儿留宿一晚上 麻烦你行个方便 住 可以住 后面有个住卷 正适合你 不过没人嘛 今晚得跟我住 好 今晚我们住哪儿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你 一定是住在棺材里 别动手啊 你 你 这么多人啊 看来今天棺材店的老板 是要发大财了 男的给我杀了 女的 给我抢过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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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住手 把剑放下 陆小佳 你快走啊 我让你把剑放下 我的天啊 挡一个温度 我真的把剑放下 用刷子